嘿大家好我是SIMO 嘿大家好我是陳浩 馬上緊接的我們來看一下冠軍戰的第二場比賽 那可以看到剛剛贏的那個武藤遊戲這邊 換上了是這個猴子 那對方選藤真再加上光頭櫻木 然後呢還有花形 那麼可以注意到魚猴這一個組合是沒有空位的 不過呢他們都是接球進攻型角色 一次要防兩邊真的有點累啊 他福田一個高拋遜雷不解惡 迅速拿下兩分 福田會守就會守 不會守直接被幹到歪掉 這就是福田他的魅力啊 猴子跳步干擾到櫻木的出手 這個籃板球由魚猴拿下來 好可以看到魚猴順利的走到籃下球 分進去之後這個跳扣被抓到 福田再把球分出去做一個假動作 這時候魚猴抓準了對方 跳不起來我就灌爆你 這個心理戰打的是非常的發寒 那藤真找到了旁邊的吃餅乾的櫻木一個空位出手去 那這一球呢因為猴子啊跌倒了 所以呢沒有來得及去防守這個櫻木 球在福田手上大家都很緊張 隨時怕他高拋這邊切進去對方沒有反應 再把球分回去這一個跳扣 然後花形啊差了一咪咪咪咪咪咪 慢了一點再慢了一點 他已經超過了至高點 花形才跳起來 那我想改變一下最近做影片的方式 之前呢我都會直接定格或是 對直接定格那有些觀眾會覺得好像有點 延遲或是有點卡卡的或是有點 這個牙齒痛啊想吃爆米花之類的 所以呢我之後決定呢假設我覺得打的不錯地方 或是有什麼地方要講解會直接重複那一段 那一個play好不好希望這樣比較不會有打斷這個觀眾失去的感覺 希望啊那大家也可以再跟我多講一點 那我呢會盡量改進 好再看一下剛剛這一球 你有沒有看到所有人啊都被藤真吸引了一個突破之後 花形在那邊好孤單寂寞覺得冷啊 直接空位出手沒問題 這個呢就是這個魚猴這邊的防守殊師啊 讓花形找到了這個空位 這個空曠道可以找一個棒球隊來開趴 好福天一個高砲又抓到了對方一個出奇不易啊 防不到吧啊守不了就是守不了 但他也不常用啊就是偶爾用一下讓你措手不及 來藤真這裡用了一個小技巧有沒有注意到 他呢是呢先盾了一下 假裝來操啊結果猴子出手的時候才後癢 但很可疑他把這個分出去啊 不過花形最後還是命中 因為呢我以前啊在陸服其實剛開始看陸服的時候 打法那個很厲害的藤真打法就有用過這一招啊 就突然在那邊等你一下欸來操操操 真的要過來的時候直接後癢 好藤真這一球被福田下了一個跳了起來 好這個play呢我覺得這個魚猴這一隊打得也很棒 可以看一下時間上他們壓制的非常好 他最後猴子一個後側來 我們再重新看一下藤真這一隊的站位 你有沒有注意到時間快結束的時候 他們呢為了怕是福田進攻 所以呢露掉了藤真那一側 那藤真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瞬間跟到這個猴子的 所以最後緊要關頭猴子一個漂亮的後車 拿下2分 A幕這邊強行頂頭菌 因為籃下還有一個花形啊 花形強版大概屬於第三名吧 所以呢也沒那麼害怕 可以看到魚猴這一隊呢一直在算是控制時間啊 那這邊呢持續分球 但還是要以防啊 藤真可能會有操球的動作 那猴子最後一個大招 大招鏈灌籃彈 那硬勢呢把這2分給他灌進去 那目前呢這個刻度也還是領先的2分的優勢 看能不能在手下一波 藤真頂頭球彈了出來 但櫻木搶下籃板至關重要 好這間秀呢等一下呢又要開始使出鈍一拍 你們看到 他呢又鈍一拍啊才開始進攻 不過呢這一球很可惜櫻木被抓到 一個跳扣的配合 那這兩分相當的關鍵了 跟各位講 這兩分一扣進完了 摩西過紅海 你媽媽醒過來 多利多姿吃起來 櫻木射起來 魚豬抓起來 這一球如果魚猴隊再打進的話 完了 徹底煩蛋了 崩潰 崩潰邊緣 崩潰 開始拖時間了 知道要打最後一波 那這邊最後會怎麼執行呢 藤真猜到了 櫻木趕快抓住這一球的機會 藤真一個突破後仰 分球櫻木那邊沒有人防守 這一球我們注意一下一個點 看一下猴子 猴子防守藤真的時候 並沒有用跳步 他把跳步留在 去抓櫻木的時候 雖然說沒蓋下來 但至少也造成干擾 這個禁就是天翼 沒辦法 但是他的防守觀點很正確 通常去補防的那個人 除非你已經確定他出手 不然不要跳 福田這裡被抓到 感覺會產生變數 藤真拔起來出手 分球時被撥掉 還好速度過快自己再搶起來 櫻木這個虛妄灌籃 又欠你吃灰狗 Fu is steady 魚住給他趴下來 不愧是冠軍戰的高強度防守 一點點都不能馬虎 那福田的大刀真的難蓋 要蓋下來真的不容易 那這兩分輕鬆打下 現在的分差又來到了4分差 把櫻木這邊再次使用catch and shoot 這一球 兩個彈了下來 魚住卡到位置 搶下籃板 這個籃板至關重要 下一球如果猴子大招丟起來 完了 守得住嗎 守不住了 時間還剩下最後的 剩下40幾秒鐘 差6分 很難 除非藤真出現一個4分打 不然有點困難 這球抓得漂亮 藤真已經到3分線 直接扣樣出手 但是口袋3分沒有扣得破幾康 什麼3分都沒投過 第一球就想投3分 而系統說的不是我說的 之後選擇投2分 穩穩拿下分數 但目前剩下30秒 有沒有辦法超到一球呢 如果還能夠超到一球 時間可能會有變數 要超嗎 要超嗎 要超了嗎 超不到還直接滑鬥可憐 猴子這一球突然拔起來出手 命中 這個屠如其來的進攻 這是死神的一球 Bletch死神 那積姆基義 他這場勝負呢 已定了非常明顯 看樣子是毫無懸念啦 只能說這個 魚猴這一隊 防守這個 守起來真的很棘手 因為啊 福田跟這個猴子 這兩方面的進攻 你到底要看誰 真的是有點累 兩邊 兩隻站兩邊 哇 一邊是友情 一扁是哀青 你到底要顧哪邊 好啦 居然距離這個影片還有 大概1分半才到8分鐘才在篩廣告 對不對 像我這種事前奴命愛前之人 肯定硬也要奴到8分鐘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聽我繼續 冷笑為夾高賽的話 那麼請你們這邊就可以直接卡掉 再見 拜拜 我現在開始要抒發一下我最近的境況 大家都知道 我等很久 終於等到仙道特價了 太棒了 仙道呢我現在目前突破都沒點 幻影突破都沒點 那時候聽那個誰講 誰啊 靠邊 忘記他名字啊 瑞爺 幻影圖又不要點 那仙道這個角色呢 大家都知道真的很困難 手機突然從3個按鍵變成4個按鍵 有時候他媽的還會按錯 然後這個換手突破的鍵 跟這個果凍分球的鍵 那兩個鍵很近 但是又不一樣 所以首抽玩家來講 真的很容易按錯 我真的很容易按錯 所以假設最近遇到玩仙道的朋友 我只能跟你說 好如果打的不好 或是啊 明明看了可以分球給你 沒分給你 那肯定是我手才沒按到 但是我覺得我猴子啊 都可以挑戰成功 然後這個阿牧呢 400多場勝率也逼近70 應該啦仙道對我來講 可能再給我5年的時間 就可以把它練好了 火箭拿被仙道的這個火鍋啊 這個魅力給迷住啊 OMG 我突然在想啊 為什麼啊 有仙道會被阿牧晃倒啊 明明那站那麼遠都蓋得到 怎麼可以會被晃倒呢 那麼請各位期待啊 我的仙道實戰解說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